這比實在壓力有點大 有些同學的狀態不好 來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跟你講最痛苦的部分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就是簡單的部分 來我們來看例題 來我們看第一個例題 來這個例題一很簡單 同學我們給他幾個贊呢 這個例題一給他兩個贊就好 來我把這個題目抄一下 來同學B起來吧 如果我告訴你A項量 叫做誰 這課盆有類似的題目 叫做1 2 數字如果要好算的話是B3 然後B項量叫做2 1 OK 然後求下列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A項量 DOT B項量是多少 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跟你講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小題要注意 第二個屏幕前面給他一顆星號 其實我重點是想講第二題 第二題要問A項量與V項量 兩個項量的夾角 這兩個項量的夾角是幾度 來次幾度 好來這個問題非常簡單 兩個站最基本的題目就這個題目 你把這個題目抄上去喔 可以嗎 來我等你喔 寫好了嗎 如果寫好了那我用問的喔 今天是幾號呢 今天是26號 26號同學在哪裡 26號來蔡友問問你喔 A項量寫成坐標對不對 B項量也寫成坐標 我們剛才已經證明過了 證明過什麼事情 當兩個項量都寫成坐標的時候 如果你對他們做內機啊 會得到什麼結果 那個結果你會怎麼唸 專業的唸法是這樣啦 S分量乘S分量加Y分量乘Y分量 就要S分量相乘加Y分量相乘 但是如果不要講得這麼專業 講得白話一點 你覺得怎麼講比較 就很簡單嗎 對對前面乘什麼 前面喔 加什麼後面乘後面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前面乘前面加什麼後面乘後面 同學同學我問你 結果是多少 1乘2是不是2 3乘1是不是3 加起來答案是多少 就是5啊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同學這不是定義喔 我跟你講這要會證明的 這不是定義喔 行嗎 行齁 你說老師考試會考這個嗎 會考試會考這個 好啊考這個是送分的你應該要會 重點是接下來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我要求這兩個向量的夾角對不對 同學這兩個向量的夾角是幾度 你說老師我這個不會算 你就用內積的定義下手 來請看我這邊 A向量DOT V向量 來請看我這裡喔 A向量DOT V向量告訴我它的定義是什麼 定義就是規定 來看我這邊 同學定義是什麼 A向量DOT V向量的定義就是 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 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cosθ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cosθ cosθ就跟角度有關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這樣寫cosθ 把它留在等號的一邊 然後把誰出過去 把這兩個向量的長度把它除過去 所以cosθ就可以寫成A向量DOT V向量 再除以什麼東西呢 A向量的長度 然後這邊是什麼 B向量的長度 我們可不可以算cosθ 我告訴你絕對可以 只要你把cosθ算出來 這一題就結束了 來我們一起來看喔 cosθ是多少 剛才是26號 接下來是6號 6號在哪 6號 我們宜征 宜征我問你 A向量DOT V向量是誰 第一小題有算出來 這個叫做5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 A向量叫做13 你會不會算向量的長度 對 好 那你告訴我 這個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這一個向量啊 這個代表往右一單位往上三個單位 對 那這個向量它是個移動的指令 那請問這個向量的長度是多少 它是代表往右一往上三 所以根據那個必是定理 你告訴我它的那個長度是多少 根號 根號多少 根號二 根號二 嗯 嗯 它是往右一呢 它的指令是往右一對不對 然後往上多少 往上三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向量 你告訴我 這個向量它的長度應該是 根號幾 根號十 對不對 就是我們常講的分量平方合 開根號 所以這一個向量的長度是 根號幾 根號十 然後同學 V向量的長度來 一樣是你回到 這個向量長度多少 根號五 沒錯 這個就是根號五 對 對 來 那我們來算一下喔 團體根號十乘根號五十是根號五十 根號五十開出來是多少 五根號二 那個五根號二的五跟上面的五 如果預定 應該最後答案出來是多少 欸 答案出來這裡應該是根號二分之多少 一對不對 好 那現在所有同學看我這邊 同學cosθ是根號二分之一 那麼請問θ是幾度 這個我來問16號 16號 欸 45度 你怎麼知道45度 我問你有沒有可能是315度 欸 cos是正的 同學不是在第一跟第四向線嗎 所以這個θ可能是45度或315度 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不講315度 你要講45度 因為我們有講過 兩個向量的夾角被限制在幾度到幾度之間 0到多少 180之間 所以這個時候同學你應該就看得出來 我們的θ應該是幾度 應該是45度才對 欸 寫上去喔 聽到我的意思嗎 這個θ就是45度喔 欸 可以嗎 很簡單吧 來 我們等你喔 OK 這個是立體1喔 然後我在這裡再寫一個立體2 來 立體2喔 這個立體2也是兩個這樣的題目喔 好 就跟著維基先喔 這個立體2 欸 其實這個立體2喔 好 來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 這個是從席座裡面抓出來的題目 我先做一題給你看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做席座的題目 來 這個角度叫做A 這個叫做B 這個叫做C 然後這個角度叫做θ 這三段字叫4 來 這一段長度叫做5 這一段長度叫做6 然後這個題目很簡單 這個題目要問什麼 他要求 求什麼東西呢 求AB向量 Dot什麼向量 AC向量 來 請問這個東西算出來是多少 這個題目可能你寫在筆記本上 把它寫上去 其實這個是形作的題目 這個題目不錯 來 你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出來 這個題目其實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 來 AB 向量 訊內G 什麼向量 AC向量 這樣可以嗎 我是覺得啦 凡事都從定義出發 同學 AB 向量 Dot AC 向量 你告訴我根據定義它是誰 AB 向量的長度 來跟著寫 在乘上什麼東西呢 在乘上 AC 向量的長度 然後在乘上cos cos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同學問你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AB 跟 AC 他們的夾角是誰 是不是叫做θ 你懂這個意思嗎 很簡單對不對 那這個題目同學問你 AB 向量的長度是誰 當然就是4啊 同學 那 AC 向量的長度是誰 6 然後再乘上cos 這個cos 其實跟你之前學的哪一個定理有關 已知三邊廠 求cos 就是頂頂大名的什麼定理 於懸定理嘛 cos 它就是兩倍的什麼東西 兩倍的夾邊乘積 2乘以4 再乘以6 分之夾邊平方和4的平方 加6的平方 再減掉誰的平方 對邊叫做誰 5的平方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同學這題就算出來了 這個很簡單喔 來 你看這個4跟6 是不是可以把它約掉 對不對 約掉以後 我們很快的來算一下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分5是2對不對 分子的話是16 然後36 16加36 這52 52減掉25 所以這邊是多少 27 答案是2分是27 可不可以 這樣可以 OK吧 這一個題目看起來沒有什麼現金 很簡單 看得到 都會被我擋到 不好意思 這裡這裡 看一下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可不可以 同學你要帶席座嗎 我把你的席座打開 把你的席座打開喔 把你的席座打開喔 打開你的席座倒閉幾頁喔 我現在有個題目要給你做 翻開你的席座到第47頁 席座來把你席座拿出來 席座分到47頁 OK你做那個第一題 來你做那個第一題 這個第一題給他兩個站 來 席座請你分開47頁 47頁 你做那個第一題 那個第一小題其實你可以不用做 那個第一小題就是剛才這一題 答案是2分是27 我跟你講席座47頁的第一題 他的第一小題答案就是2分是27 是同一個題目 那第二小題同學我現在給你一點時間 你做做看 看你做出來的答案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第二小題喔 我現在要你做的是第二小題 席座47頁第一題的第二小題 嘗試一下喔 考試如果考那個第二小題 我猜很多人就不會寫了 我們等一下找一個同學上來一些 先看好不好 好 我幫你畫圖 欸 跟剛才那個圖一樣 喔 第二小題 跟剛才那個圖長得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應該要這樣是不是 然後呢 這個A 就是A V C 然後提供說這個是4 這個是果圓 這個是6 就這樣 然後第二題他要問的是什麼 AV 向量去DOT 哪一個向量 去DOT V 星 向量 好 AV 向量去DOT V 星 向量 AV 向量是這一個 好 那 V 星 向量是哪一個 V 星 向量是這一個 我們等一下來點 來點同學 就是看同學會不會做這個理由 我現在給你兩分鐘 到三分鐘的時間 你做做看 校第一節要撐住 這個校第一節在哪裡 精神狀態比較不好 來 歇歇看 來 寫一下 我看你會不會寫啊 來 寫一下 我看你會不會寫啊 不知道我在講哪一句 對 這一句 第一小題我剛才講過了 我現在請你做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會寫嗎 謝謝每一次都在講不出 你的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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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的寫什麼 你不會寫什麼 你不會寫什麼 那你不會寫什麼 沒有寫什麼 沒有寫什麼 沒有帶沒有帶沒關係 比較沒有形狀 沒有形狀是比較嚴重的 那個第一題就剛才黑板上講的那一題 那個沒說對不對 等一下你會不會寫 不會寫喔 那你呢 你會不會寫 這一題第二小題會不會寫 有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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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邊不定不定不定 這個 還有符號 是哪裏 是哪裏 那裏 喔 會寫嗎 這裏不會嗎 有那個 有位寫嗎 有位寫嗎 有寫的 寫這個很簡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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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一分鐘好不好 再一分鐘 再給同學一分鐘的時間 你把這一題算出來 我跟你講喔 那個第一題的第二小題會考喔 如果考試他考第二小題 很多人都不會寫喔 如果考試考第二小題我猜啦 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會寫喔 來 還有30秒好不好 想一下怎麼寫 至少思考一下怎麼做這個題目 可以寫 欸 寫完了嗎 寫完了來 同學看我這邊 哈囉 所有人看我這裡 同學你知道我會怎麼做這個題目嗎 來 同學你看喔 AB向量跟BC向量對不對 同學你先觀察這兩個向量的方向 AB向量是不是這個方向 BC向量是不是這個方向 他要你去AB向量DOTBC向量對不對 你猜啊 如果是我 我會怎麼做這個題目 我會怎麼做 我跟你講喔 我會把這個AB向量啊 來 同學你把它框起來 你參考一下我的作法 我會把這個AB向量做一個改型 你猜我會把它改成誰 我跟你講這我解題的習慣 你猜我會把AB向量寫成什麼 你猜我會把AB向量寫成什麼 對 把AB向量寫成負的什麼向量 VA向量啊 對不對 然後在DOT什麼向量 VC向量嘛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想到這樣子做嗎 同學 VA向量DOTBC向量 我問你 VA向量是不是他 VC向量是不是他 他們的夾角假設叫做θ 那個θ是不是在這裡 關鍵就在那個夾角 同學你知道key point在哪裡嗎 key point就在那個夾角 所以我把AB向量寫成負的VA向量 因為我希望我的夾角就是那個角V 你聽到嗎 向量如果要判斷他的夾角 你的起點是不要重合 可是今天他給的這兩個向量 AB跟VC 他們夾的角度其實是 來 給你看喔 他們夾的角度其實是哪一個角 其實是這個角 其實是這個角你懂嗎 但是我把它改成負的VA向量 我告訴你你覺得這樣做還不錯 來 這樣做會怎麼樣 來 這邊就是負的對不對 好 VA向量度的VC向量根據定義 它就是VA向量的長度 然後再乘上VC向量的長度 然後再乘上cos的什麼東西 再乘上cosC它就是cosV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兩個向量的夾角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角度 所以來 它就變成負的 負的 VA向量的長度是誰 VA向量的長度是4喔 來 VC向量的長度是誰 是不是5 然後再乘上cosC cosC這時候你就直接用余弦定理嘛 兩倍的夾邊成績 兩倍的夾邊成績 2乘以4乘以5 分枝夾邊平方和4的平方加5的平方 再減掉對邊叫做誰 6的平方 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把這題做出來 我的個人習慣是這樣子行 那當然有些同學他的想法比較不一樣 其實最後答案都是一樣的 來這裡4跟5約掉 對吧 所以最後算出來 同學答案是負的2分之 來 我們看一下喔 這是16加25 16加25 這邊是多長 41 41減掉36 所以是負的2分之5 OKOK 這樣可以嗎 這一題答案是負的2分之5喔 行不行